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能够放过 开会呢 我迟到了 停车 站住 记得 麻烦你了 不用客气 他本来就是我的病人 鸡大夫 陈飞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你 陈飞现在患有一种严重的综合性焦虑症 焦虑症 对 焦虑症 可是你上次不是说 上次您问我的时候 她的症状还没有现在这么明显 而且 我也有疏忽 原来我是不希望夸大事情的严重性 影响到她的工作 况且陈飞也跟我说过 如果她本来没有封 可是不让她办案子她反而会封掉的 所以我延迟了下结论的时间 这种病会怎么样 严重的时候 会伴有剧烈的头痛 出现幻觉 甚至昏迷 这些症状在陈飞身上都出现了 你的意思是说 陈飞没办法再继续工作 这种疾病对陈飞的影响是致命的 不仅影响到她正常的工作 而且影响到她正常的生活 本来她这个职业 就有很大的危险性 以她现在这种状况 她很有可能在关键的时刻 会出现重大的判断事件 我这么说吧 她很可能在不该开枪的时候开枪 或者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突然昏迷 可是在追捕赤阳钢铁厂 到期案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当中 她没犯什么错误 没错 这也就是陈飞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她会在工作中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强意志 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疾病对她的侵袭 暂时让责任感和兴奋 代替焦虑和不适 但越是这样 她的病就会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不能自拔 为什么 是一些事实证明你需要休息 是事实证明我需要休息 还是有人需要我休息 前妃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刑警队的副队长 我不能够再失去一个刑警队的队长 这算是规券还是威胁 心里谎 真谎 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刑警队长 坐在家里坐吃等死 什么都不会干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牺牲 去让凶手继续效应法外的刑警队长吗 我需要一个冷静的 能够在关键时刻至低死低的刑警队长 可是你现在连机会都不给我 不是我没有给你是你没有把握住 你没把握住 就得等下一个 你相信我有焦虑症吗 你自己相信吗 李洋 你在医院吗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 你说他又出什么事了 他又晕倒了 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焦虑症 而且很严重 他前两天不是很正常吗 你觉得他一次次没来由的出手伤人正常吗 他每天活在怀疑中正常吗 你忘了 他曾经用枪指着我的头 薛飞 你说他这样是不是因为我啊 吕影 你也不能把什么事都归咎于自己 你这样早晚也会心里出问题的 那你说他怎么办呢 我希望他能积极配合我的治疗 老实说 他现在的状态很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很危险 吕影 陈飞找我说点事 你先回办公室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必须实话实说 我当初答应配合你治疗 条件就是不让任何人知道 我可俗饶了吗 我是这么做的 可是你仍然犯了错误 你闯进了李卫诚的办公室 那是有人在陷害我 这又是你的幻觉 你现在还有能力控制自己吗 一个健康的人会像你今天早晨那样晕倒吗 你的职责是什么 你是警察 你的职责是保卫别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可是你呢 连你自己都保卫不了 甚至有可能去危害别人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不要总是去怀疑别人 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 如果你还想听我的建议 陈飞 你现在需要休息 你现在需要休息 喂 刘洋 喂 肯叔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陈飞没死 他还活着 他回来了 不是说我吗 呀 我来说我来说 我去哪里 都不想要 我来说你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发现了 我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陪你去打游戏机 或者我们可以去看上电影 我亲爱的长安 那我给你去铺床 我给你去铺床 贝强 陈飞回来了 云海分局的人说他是死里逃生 死里逃生 回来吧 好吗 这不是我的家 这当然是你的家了 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不 这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我的 是我对你不好吗 你对我很好 不会再有人比你对我更好 那就是因为陈飞 你还爱着陈飞 我还爱着他吗 我可能爱的是你 我们可不可以不谈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如果陈飞死了 我一定不会和你在一起了 可他并没有死 可他在我们之间已经死过一回了 你们在我眼里现在都变得很陌生 非常陌生 你还是在怀疑 波子害的 不 从你打电话告诉我 陈飞还活着的时候 我好开心 没有任何怀疑 但在这之前 我毕竟真的怀疑过你 我并不在乎 可我在乎 你想知道我的感受 我们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有了怀疑 就有了恐惧 就有了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天不停颠倒白天黑夜 好梦接着之后就是噩梦 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我到底在哪 好吧好吧好吧 我不逼你 你现在需要好好地休息休息 我真想知道 你们干嘛陈天就要见你 干嘛陈天四打在一起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们就像一个人 我和他 我们怎么会像是一个人呢 也许你们根本就是一个人 一个是白天 一个是黑夜 我们永远不可能是一个人 你生气了 没有 我知道你生气了 如果我这么说陈飞 他也会生气的 我们不说这个了好吗 我该走了 别拦我 我求你 你说过你不逼我 我要自己开门 自己上电梯 你不要出来 莉莉 小心一点 我也小心 我ека你 你看看 我不会 我 你 我 我 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